編曲 議員 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們的新節目 《講事講非》 我是6B班的吳祖家 自從施政報告 十月十四號發表了之後 多項措施引起了市民的廣泛討論 而得最熱控控的 就莫过于省电胆政策 省电胆政策是政府希望鼓励市民 使用省电胆去代替乌丝灯泡 以至省电力的环保政策 推行的方法就是透过两间电力公司 向公众派发换领券 希望市民去用换领券购买省电胆 令到家居智能从灯淡开始 但是一个推行环保的政策 又怎会引来公众的反对呢 首先就是因为这个政策 令到电力公司变上加价 如果全港的家庭金换电灯淡 都能够带大节省电力的话 作为香港两间电力供应商 又怎会愿意见到市民因为用少了电 而令到他们的收益下降呢 因此两间电力公司 愿意帮政府派发省电胆现金券 作为交换条件以增加电费 对市民来说 一边派现金券 一边却要增加电费 这种小往大来的政策 市民又哪有不反对的理由呢 另外就因为市民的反对 同时也都令到政府 推动环保的作用自然大大减低了 其次政府在听人这个政策之前 显然是缺乏咨询的 有环保团体在政策提出了之后 就指出省电胆里面含有水银 对环境的破坏比起普通的电胆更深 而业内人士更加提倡使用 比省电胆更加省电更加长寿的LED灯 再加上特首为殷生 刚巧是电灯胆大黄 因此就有私商受受的嫌疑引来各方的指控 虽然今次的政策已经各自 但在今次的事件之中 又的而且确可以见到政府 是有推行环保政策的决心的 我亦都认同政府是要带头推动环保 因为唯有政府立法 才能够大力地推动环保工作 可惜在推行今次的政策的时候 政府考虑就未及周全来见粗糙了 我认为政府在推行各项的政策的时候 都必须要作更周长的考虑 例如做更多相关的研究又或者资料搜集 以及去定立各种的规则 控制在推行过程之中 所会涉及到的利益输送 作更长远的计划 不知同学对今次的事件有什么看法呢? 初中的同学作为市民 你认为政府除了可以派发现金券 让市民去务领省电胆之外 还有什么方法可以鼓励市民战略用电呢? 而高中的同学 政府经常被人说好心做坏事 而社会的舆论有一面倒 这样批评政府短事 你认为政府在环保方面 又有什么更长远的政策可以推行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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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